話說這一天,天就默默黑, 烏雲默暴,行雷閃電,大雨傾盤。 在一座大莊園之中, 有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 就伏在一間大廳的窗口外面, 獨穿的窗子裝進去, 在偷看人家練武。 只見大廳之內, 有個二十多歲的英俊少年, 勁裝打扮,身掛錶囊, 裏面裝著十幾支金錶, 聽從號令發射金錶, 胡一高,曲詞,天書, 苗仁鳳,地倉,合谷, 托托托托四聲, 四度金光閃動, 四支金錶連珠地發出, 射向兩塊木牌。 每塊木牌的正面反面, 都畫著一個全新的人形。 有一塊, 有一塊, 畫著一個滿面鬍鬍粗豪的大漢, 旁邊寫著胡一刀三個字。 另一塊畫著呢, 是一個高高瘦瘦的漢子, 旁邊寫著苗仁鳳三個字。 人形上面, 還寫明人體周身的穴道。 木牌下面摺著一條柄, 兩個身手矯折的壯見漢子, 一人拿著木牌, 在一間煉武廳裏面四周圍走。 發號令的呢, 是一個五十幾歲的白髮婆婆, 她坐在大廳東北角一張椅樹, 口就叫著胡一刀或者苗仁鳳穴道的名稱。 那個年輕人呢, 就發金錶對著木牌打過去。 那兩個拿著木牌的漢子, 頭帶鋼絲爪, 上身穿著後棉蠟, 再罩多一件牛皮背心。 因為怕那個年輕人萬一射不准, 把金錶打中他們自己就不行了。 兩個人飆高伏低, 還慢地搖著木牌, 要使那個年輕人不容易打得中。 在窗外偷看那一男一女, 見那個年輕人伸手不凡, 發飆毫無准, 都不禁互相對望了一眼。 有點奇怪, 這個時候, 只聽見那個婆婆說, 盡頭都還可以過得去, 就是不夠力, 今天就練到這事。 一邊講, 一邊慢慢站起來, 在窗外偷看那一男一女, 急忙轉身, 就暮雨走回到外院。 那個男人低聲說, 在這兒幹什麼鬼呀? 那個少女說, 在這兒幹什麼鬼呀? 當然是練錶, 這個人打得很準的了。 難道練錶我都不懂嗎? 不過木牌上面, 為什麼寫著什麼狐一刀呀? 描人縫那樣的呢? 是的, 真的有點古怪呀, 你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回去問問問爹吧。 這個少女十八九歲年紀, 鵝蛋臉, 黑眼珠, 青春活潑。 那個年輕人呢, 就粗眉大眼, 大過那個少女六七歲左右, 神情粗毫, 滿面有紫色的暗瘡, 上貌雖然有點醜陋, 但是暴力輕健, 精神飽滿, 都幾英氣勃勃的。 他兩個人冒著雨, 穿過丸子, 雨越落越大了, 臨到兩個人的臉都是水豬。 那個少女, 拿著手筋仔, 擦乾淨的臉, 她臉本來就紅紅白白, 現在比雨水一臨, 更加顯得嬌亂。 那個年輕人靜了眼看著她, 啊, 傻了這樣。 那個少女見她這樣, 就故意襲得頂雨霧, 讓雨水流入年輕人的衣領。 那個年輕人看得出了神, 什麼都不覺得啊。 那個少女就嘻嘻笑了一下, 輕輕說了一聲, 傻瓜。 走進花廳, 在廳的東邊, 透了一大堆火, 有二十幾個人, 騰騰跨地圍著, 在火隊旁邊, 就背肝被雨淋濕了的衣物。 這一幫人, 都是穿著黑色或者藍色的短衫, 有些身上就戴著兵器。 這幫人乃是一群飆客, 躺紙手和腳夫。 花廳裏面, 還有三個武官打扮的男人, 站在那裡。 這三個人是剛剛進來避雨的, 正在脫衣服, 突然見到這個明艷照人的少女, 嘩! 眼前覺得光了。 這個少女走到背伙人群中間, 將一個受削的老人拉近一邊, 將剛才在後廳見到的事, 細細聲地告訴她。 這個老人約五十多歲, 精神健旺, 頭髮微微有些花白, 身高不報五呎, 但目光永遠, 臨然有威。 她聽了那個少女的說話, 眉頭一皺, 她說, 又去野是生非, 如果被人知道了, 就自己拿來沒人了。 那個少女伸一伸條來笑著說, 爹, 這趟陪你老人家出來走標, 這次是第十八次挨鬧了。 我教你練功夫的時候, 還有, 有人來偷看, 那會怎樣? 那個少女本來是嬉皮笑臉的, 聽父親說了這句說話, 我心裡不禁一沉, 她想起去年有人靜靜在場外, 偷看她父親演舞, 父親明明知道了, 就不講穿, 在事發就戰的時候, 突然間一剪, 將那個人打盲了眼, 總算她手下留情, 沒有使足力, 否則那支就戰, 穿腦而過, 那個人哪裏有命啊? 父親後來說, 偷師竊藝, 那是武林之中的大忌, 比偷竊財物的衰得多, 那些人更憎恨得百倍。 那個少女一想, 心裡有點後悔, 剛才確實不應該偷看人家練舞, 但是那把嘴就不肯認輸, 她說, 爹, 我那時候的標法都很平常, 擔保沒有人偷學她。 你這個女兒啊, 為什麼開口就說你功夫不行呢? 誰叫我是百姓神拳馬路標頭的女兒呢? 那三個武官在背著火的時候, 都時不時打斜雙眼, 看著那個美貌少女, 只不過她兩父女說話就很細聲, 聽不清她就說些什麼。 但這個少女最後一句話說得大聲了些, 有個武官聽到說百姓神拳馬路標頭的女兒這幾個字, 看看這個矮勢瘦削的老坑, 又立了眼, 插在廳口那支黃底, 黑絲線受著一匹插翼飛馬的標旗, 就哼了一聲, 她想, 百姓神拳? 吹牛也吹得挺厲害的。 原來這個老人姓馬, 叫做行空, 就是天馬行空的行空, 江湖上外號叫做百姓神拳, 那個少女是她的獨生愛女馬春花, 跟馬春花一起偷看別人練標的年輕人, 叫做徐曾, 是馬行空的徒弟, 徐曾現在蹲在火堆旁邊背火, 見那個武官不停地用眼來瞪著自己的師妹, 忍不住生氣了, 他出力地瞪了她一眼, 那個武官剛剛轉頭, 跟徐曾的眼光一對就對上, 他心想, 蛤, 你這個英俊, 橫微怒目做什麼? 於是他出力地瞪著她一眼, 徐曾本來就是霹靂火爆的脾氣, 看見對方這麼無禮, 當堂黑起臉, 目不轉睛地瞪著那個武官, 那個武官腳目三十多歲, 身高薄闊神情精悍, 他嘻嘻一笑, 對左邊的同伴說, 哈哈, 你看那個英俊像鬥雞一樣, 是你勾了他老婆還是什麼? 那兩個武官對著徐曾就嘻嘻大笑, 徐曾發大火, 啪聲站起來, 你說什麼? 哈哈, 我說, 英俊, 我說錯了, 我和你認錯了, 徐曾的皮性直率, 聽到人家說認錯了, 那就算了, 正說想坐下, 誰知道那個人又說, 我知道人家不是勾了你老婆, 就一定勾了你妹妹的了, 徐曾發聲跳起來, 就要撲上他動手, 馬行空渴, 阿曾, 坐下, 徐曾一疾, 整塊臉都穀到紅了, 師父, 你, 你, 你沒有聽見嗎? 人家的官老爺, 喜歡說幾句笑話, 就關你什麼事呢? 徐曾對師父的說話, 向來半句都不敢不聽, 雖然他還是我, 我敢撲緊那個武官, 人就慢慢坐下, 因為, 那三個武官又是大笑一輪, 更加肆無忌憚地看著馬春花, 在目光之中, 充滿色色的味道, 馬春花見這三個人這麼壞, 就很想發作, 但是知道他爹素來, 就不願得罪官府的, 所以想想辦法, 和這三個臭官打回長交, 這個時候, 突然電光一閃, 照到整間廳光了, 然後, 一個大穴, 吧, 才爹震到人人相宜的嗡嗡聲, 這個霹靂靂靂就好像打落這間廳樹一樣。 現在那天, 就好像裂開了個缺口, 那些雨水啊, 嘩, 上倒水般倒下來, 在雨聲之中, 只聽見門口有個人說, 這場雨實在大得很厲害, 豈不借保裝備一備呢? 又听见庄上有个男卜说 听个树有火 大爷请进去 跟着厅门一推开 入来一男一女 那个男人身长欲立 气宇牵昂 背脊背着包袱 三十七八岁以上下 那个女人若母二十二三岁 皮光面白 眉目如画 是一个绝色的美人 马春花 本来已经算是一个美女 但是这位美人一到 马春花就不是怎么漂亮 这两个人 没有着御衣 这个少妇身 还生着男人的外衣 已经全身湿了 那个男人 牽着少妇的手 两个人的神态很亲密 像是一对新婚夫妇 那个男人 找了一扎墨干 在地上铺平他 就扶个少妇坐下 显得十分温柔体贴 这两个人的意识都非常华贵 少妇头上插了一支双珠的缝头金钗 看那粒珍珠 有小指头那样上下大 光滑温圆 极其珍贵 马行空见都觉得奇怪了 你一带的路都好不得太平 经常有策打劫 你对夫妇非富即贵 为什么连仆人都不带一个 两个人顾顾单单的赶路呢 不怕他马行空在江湖上搂了一世 也都估不透这两个人的来路 马春花见到那个少妇神情疲乏 双眼红红种种 实是伴佬遇到一场大雨 好辛苦 就这样穿了湿衫来背火 湿气一穀了入身 飞生了一场大病不可 于是他就打开衣箱 拿出一套自己的衣服 走到那少妇身根小小声说 这位娘子 我这套粗暴衣服你换一换 等你背干衣衫了 再换回 那个少妇好感激 对着马春花笑了笑 站起来来 又望着她丈夫 好像问好不好啊 那个男人咬咬头 也对马春花笑了笑 表示多谢 那个少妇牽着马春花的手 那么两个女子去后厅 借房换衣 三个武官互相一望 面上的表情就古古乖乖 我心里在想着 那个少妇换衣的时候 一定美不可言啊 刚才和徐曾撒气 那个武官是最大胆 他小声说 我看下以得 另外一个就笑起来 老河 别乱来啊你 那个姓何的武官 眨眨眨眼 站起来来 就走了几步一想 在地上 撿起把腰刀 挂在身上 徐曾受了他的侮辱 我心一直都好气愤 现在见他走出后院 哼 你想做什么啊 望着师傅一眼 只见马行空 闭目养神 又见那个姓氏和姓杨的两位标头 五个躺子手和十几名脚夫 就守着标车旁边 严加戒备 他想着怎么都不会有什么事的 于是就起身 跟着那个武官后面 那个武官行行行 听起后面脚步响 转转头一看 见到是徐曾 哈哈 你英俊 你好吗 臭官 你好吗 哈哈 想挨打是不是 是 我师傅不准打你而已 我们静静打长交好不好 哈哈 好啊 我们走远些 如果被你师傅听见了 这长交就打不成了 好啊 那么两个人走过了天井 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动手 忽然见到回廊那里有个人走过来 那个人穿着件丑长衫 微青木修 原来就是刚才练标的少年 徐征的心想 哼 借他练武厅打架最好 于是上前抱拳行礼说 兄长请了 那个少年作过一环礼 达官有什么吩咐 徐征指着武官说 在下和这位总爷有点小过节 想借兄长练武厅用一种 那个少年很奇怪 心想 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练武厅的呢 但是学武艺的人 听到人家说要比武打架 就什么都没那么欢喜 他说好极好极 立刻带他们两个人走进去练武厅 这阵时 我老婆婆和庄丁已经扯了 连武厅里面凶无一人 那个武官见四面的军气架上 刀枪劍击的样样俱全 此外沙包 箭靶 石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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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面地下 还安住七十二枝梅花庄 他想 原来这些家人会武艺 看法功夫都不错 于是向那个少年抱拳行礼 在下来贵庄秘语 还没请教主人高姓大名 那个少年连王还礼 小人姓湘 明宝镇 两位高姓大名 我叫他徐增 我师父是飞马标局总标头 百姓神拳马行空 久仰 久仰 请教这位 在下是御前侍卫何思浩 原来是一位侍卫大人 小人听闻京师有大内十八高手 看来何大人和他们都好朋友 哦 这么大本相熟 其实皇帝身边的侍卫 总共分为四等 侍卫领班 十长 一二三等 和南龄侍卫 都是由正王 商王 正白 这三旗的宗室亲贵子弟来担任 汉侍卫属于第四等 这个何思浩在侍卫里面 不过是最没等的南龄汉侍卫 至于大内十八高手 就他认识人 人家就不认识他了 徐增大声说 湘公子 麻烦你来做个公正 我和这个姓何的公公平平 打一抢 不管哪个输哪个赢得好 都不准告诉人家听 徐增之所以这么说 他怕师傅知道了骂他 何思浩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赢了你这个傻子 不足为武 值得和人家认聂的吗 傻子 上吧 一裂长衫 拉起三脚 腰带那树 杂母 徐增就脱了一件长衫 将条边的盘 在头顶 摆了个对拳 双脚并龙 双手握拳相对 看来 嗯 气定神限 何思浩 见他这个姿势 那是茶拳门的人 和人动手的起手式 我心已经放落了一大半 他想 哼 什么是百姓神拳 茶拳 三岁小到那里会 有什么这么稀罕 原来谭 茶 花 红 一向称为北拳四大家 就是谭腿 茶拳 花拳 红门 这四派拳术 这四派拳术 在北方流传极广 任何练拳脚的人 都略知一二 算得是权术之中的 入门功夫 何思浩见对手权法平常 就对着商保镇笑一笑 说 献丑了 一朝上步野马分钟 对着徐增打过去 他练的是太极拳 当时太极门的武功 声势极盛 人人都知道是极其厉害的 内家权法 徐增左脚向后踏出 上身转成坐盘式 右手按左手了 一朝后叉步了掌 出手极之快捷 何思浩见他这一招 劲头不弱 连忙洗一招 转身抱苦归山 就避开一了 徐增洗一招 攻步架打 右拳 呼一声 极击对方面门 何思浩来不及避 洗一招如风此闭 商长一风 两个人拳掌商家 拍声下 何思浩觉得手腕是隐隐作痛 他想 这个帅人万力多大 那么杀时之间 两个人各自施展拳法 拆了十几招 商宝镇站在旁边看 看到徐增脚步沉稳 出拳有力 而何思浩呢 身形飘忽 显然他的轻功颇有根基 两个人斗到灿烂的时候 何思浩哈哈一笑 一掌击中徐增肩头 徐增飞脚踢过去 何思浩側身闪避 一招肉 雷穿梭 啪一声 又击中徐增的手臂 徐增理都不理 挥拳急攻 突然 直出一拳 一招攻步劈打 啪一声 打进对方胸口 你一拳用力极猛啊 何思浩脚步狼瘡 蹬蹬蹬蹬蹬蹬 向后退了几步 终于蹦一跤蹬低 只听见旁边一个女子声音 叫声 好 这样 双宝镇 转转头 看看 只见两个女子 站在厅门口 一个是少妇 另一个是姑娘 原来马春花和少妇 换了衣服 经过这些 听见呼喝比武的声音 在厅门口一望 竟然是师兄和那个武官打 这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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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师兄赢了 忍着出声喝彩 何思浩被一拳打得很痛啊 打得很痛啊 而且还要在女子面前 都要假天得了的老修成怒 就一啪声跳起身 就一跳起的时候 已经脱出妖刀 纜上一步直劈过去 徐增就毫不畏惧 仍然以茶拳凶手和他打 不过呢 都怕对方兵器锋利 已经是闪避多 就进攻少 马春花见到这个武官面上的神情 很凶狠 都不是沉上打架了 已经是拼命一样 就有点担心 那个少妇奔奔她的衣服就说 我们走了 我最恨人家动刀动枪出拳头的了 见到这样的情势 马春花哪里肯走啊 她说 看一会儿了 那个少妇眉头一皱 自己就走了 商宝真是定了神 看着那个武官的刀势 又留心着徐增闪避 和上步抢弓的办法 她手上暗中拿着一支金标 如果那个武官用刀伤人呢 她就要动手搭救的了 只见徐增一 双眼紧紧钉紧钉实刀锋 刀锋向东 他双眼跟到东 刀锋削向西 双眼亦跟到西 牙定一刀迎面斩过来 他将身子略为一闪 飞脚向着敌人的手盘踢过去 何思豪呼声回刀斩脚 谁知徐增突然伸手一拳 砰一声 打中他臂梁 哇 何思豪好痛啊 手脚就慢一慢 徐增左手挥出 捉住他右手手盘一扭 就将把腰刀抢过来 何思豪怕他顺势挥刀削过来 一只连忙向后跳开 用手在面上一抹 整手都是血 徐增啵声将腰刀扔在地 你还敢敢乱骂人啊 何思豪满面收尋 不敢出声 商保镇伸手拉一拉 徐增的衣服打个眼色 徐增还没会议 商保镇已经大声地说 双方不分胜败 好了好了 大家的武功一样那么高明 小弟非常佩服 徐增急了 怎样 怎样是不分胜败啊 商保镇说 两位武功各有独度之处 徐增的茶拳很迅速 而何大人的太极拳和太极刀 更加利害之极啊 徐增 你一时僥倖 其实讲真功夫 还是何大人厉害 一面讲 一面拿出条手筋仔 帮何思豪抹鼻血 徐增还想再争 马春花说 师哥 别管他 我们出去啦 徐增打了何思豪两拳 本来就已经出了一口气的了 但是商保镇 说得含含糊糊糊 明明是袒护对方 反而好像自己输了 越想越生气 就怒爆爆地看了他一眼 就跟着师妹出去 回到花厅 徐增谷了一拋气 坐在火堆旁边 自见师傅双眼似开似合 就好像睡着了那样 过了一会儿 何思豪回来了 就不知跟那两个武官 说了什么好色的 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 时不时打斜双眼 就看着看着那美貌笑虎 马行空慢慢站在身 伸了个懶腰 打到个哭怒 走去飙车旁边检查一下 忽然他喊一声 阿曾,过来 你看这书是什么事 马行空打侧了身 向着墩墙 一边整理飙车 一边低声说 你真是没用 你那朝电步犬腿 为什么扭歪了 如果扭到正 用什么斗这么久 你老人家看见了 哼 米子已在师父面前搞鬼 他洗那朝提步高探马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用公布相推掌 迎面直击过去 你早就赢 你就是胆小怕死 徐增拎回刚才打斗的时候 初时因为不知道敌人虚实 果然有点怕 有几招使得太过稳阵 看来师父诈作不知道 其实是躲在窗外面看实的 马行空又说 快点进去多谢那个姓湘的啦 人家年纪比你 多么精明能干 师父 多谢他多谢什么 那个姓湘的东西很偏心 他不是好人 他是骗心 他骗心 维护你徐大爷 维护我 阿曾 你打的是什么人 他是遇前示威 我们是靠人家打上一口饭吃的标客 官老爷如果真是跟你围起难迷 我们能不能顶得顺 那个少年保护着他的面子 让你这个傻子少一见后玩 知不知 啊 是啊是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马上转到后院练舞厅 只见双保镇抬手踢脚 练着招茶拳里面的公布匹打 就是徐增刚才用来击中何思豪那一手 双保镇见到徐增进来 面子连忙收拳 徐增抱拳行礼说 双公子 我师父叫我来多谢你 我初时不明白你是好意 那心还怪你 徐大哥 你的武功比那个侍卫何止十倍 小弟十分佩服 不敢不敢 你练的是哪一门功夫 小弟是初初学的 什么都没学会 说不上哪一门哪一派 刚才见徐大哥用这招打他 是不是这样的 双保镇一边讲 一边右脚踏出 右拳劈打 左手心向上托着右臂 徐增刚才就用这招取胜 现在见到他在那里演习自己的得意之作 自不然是庆高采烈 他说 你这招有两句口诀 叫做六海迎门三不顶 劈拳挑打不容宽 这两句信口说出来 忽然想起 哎 这个师们所传的心法 怎么能够立刻讲给外人知的呢 他连忙转口说 你打得很对 就是这招 就是这招 是的 徐大哥 什么叫做六海迎门三不顶 我都不是怎么记得了 他这个人就不懂得说大话 这句说话出了口 面都红了 双保镇知道他不肯说了 也都不再问 就是对着他一尾讲好话 将他捧到松了 全身轻飘飘 好像腾云驾舞一样 徐曾说 双老弟 我们也不必客气了 你打一套拳给我看看 如果有什么不到的地方 我跟你说一说 那也不枉我们今天结交一场 哎呀 那真是没什么好得过了 双保镇立即摆好姿势 打起拳离 只见他头烫省挂一条边 二趟十字咬三尖 他使的是十二路谭腿 这路拳脚 打得都挺纯属 但是出拳不正的脚步浮虚 虽然打上来 途就生风 知识华丽 看就好看 不过 和人动起手上来 就半点都不中用 那么就看到徐曾就暗中 猛那么拧头 等他打完十二趟 西牛望鱼 转回环 徐曾就忍不住 叹了口气 说 哎呀 兄弟 别怪我直言 教你武艺的师傅 担悟了你了 他正是想解释下去 忽然间 马春花在厅门口 控我头进来 说 师哥 爹叫你 徐曾就连忙 向双宝镇告辞 就回去花厅 见到火堆旁边 现在又多了两个被语的人 一个是没有了右手的毒鼻人 他块面 有一条极长的刀巴 在右眉起 打斜经过鼻歌 一直延伸到左边的嘴角 在火光照耀之下 显得他的面目 是极之恐怖 另外一个呢 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 黄黄瘦瘦 两个人的衣衫都非常蓝柳 徐曾望着你两个人一眼 也不在意 就走去师傅马恒空面前 叫了声 师傅 马恒空面识了沉 低声说 去了这么久 又在这儿卖弄武艺 是不是 但只不敢 你道姓商的主人 标发不错 谁知他的拳脚 一点都不行 傻子 你被人家骗了 你这点功夫 你两个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那不简单 他师傅教了十二路谈腿 全部都是好看不好用的 你知道他师傅是谁 帝子不知道呀 看来一定是个不中用的江湖佬 哼哼哼 不中用的江湖佬 哼 十五年前 你师傅被人砍过一刀 砍过一掌 养了三年伤才得好 那人是谁 这个呀 八卦都双剑明了 一点都没错 双剑明是山东武定院人 这就是武定院 主人家姓商 我们盲摸摸入来避雨 初时没留心 你看 在正梁上面画着什么 徐增担高头一看 只见正梁上面 用金七游了个八卦图形 不禁大气的惊 哎呀 师傅 快点拿个家山 我们撞进来仇人的斗口了 不用急 双剑明早就被人杀了 以前徐增曾经听师傅说过 当年被一个人打到大敗 但是那个人就是山东大号 八卦都双剑明 家印这个乃是师门的奇耻大辱 师傅后来不提 所以从此也不敢问多一句 不过不知道双剑明原来已经死了 他问 是不是你老人家后来报了仇 双剑明的武功 我就算再练一世追他不上 就靠我这些功夫 哪里杀到他 那谁杀了他 师傅 那个少年不是用金标打木牌上面的人 他就算是用金标打木牌上面的人 商剑明就被那两个人杀了 哦 胡一都和苗人讽啊 马行空阁闹头 面上的神情气息也很像 外面的天阳那么黑啊 徐增平常对师傅 不但八卦刀相劍铭的武功 远远比他厉害 胡一刀和苗仁鳳的功夫 又在相劍铭之上 不敢大为惊鸭 他问 胡一刀和苗仁鳳是什么人物 胡一刀的武功 比我厉害十倍 不过可惜他在十几年前就死了 啊 他是病死的是不是 不是 是被人杀死的 胡一刀这么厉害 又谁杀得到他 打遍天下无敌手 金面罚苗仁鳳 徐曾听了正是想开口 突然听见外面 隐隐约约有马蹄声 大雨之中有十几匹马急奔离 那个面目英俊的相公和那个美貌少妇一听见马蹄声 互相望了眼 似乎在强智镇定 但是面上呢 还露出了惊惊的表情 那个相公拉着少妇的手 移了移个座位 好像是怕火堆 是兴那头移软了点 这个时候 外面十几匹马跑到来庄前 一下子停住了 跟着听见几下飞飞的哨子声 又有七八匹马就兜了去庄后 马行空一听见那哨声 脸色都变了 他低声说 鸣点来 徐曾呢 兴奋到声都震了 是不是 是不是那几个人来啊 马行空没有答他 只是大声说 大家拿银子 互飞 这句话一出口 标行的人当同含起上来 知道有劫标的黑道强人来了 劈力拍立跳起身 斥阳两位标头 和五名堂子手的指挥车夫 将十几匹标车就围成一堆 现在虽然面临危险而已 马春花就反而高兴 他拔出柳叶都说 爹 是哪一路的啊 马行空皱着眉头说 还未知啊 哈 这一路朋友真奇怪 一路来也不踩盘子摸下底 就这样哗到就到 马行空刚刚讲完这句话 只听见围墙上面 啪啪啪啪连气几声 八名大汉一色黑衣打扮 手执兵器 一字排开 这样站在墙头 马春花见到这样 就想一支就箭射出去 马行空面色沉重低声喝他说 别乱来 看我眼色行事 墙头上的八名黑衣大汉 看着花厅里的人一言不发 突然之间 砰 那一声大门推开 有个男人走进来 这个人身穿蓝短长衫 打扮非常之华丽 但是他的样子 就像贱贱格格的缩头缩脑 跟那一身衣服的极不相称 这个人恶高头望望的天 见到大雨倾盘倒水 那么倒 他笑了笑 脚尖一点 十就穿过院子 就站在花厅门口 你一下飞跃 身形快到极 大雨虽然是这么密 只不过他的肩膀打湿了几点 徐曾和马春花对这个人 本来是不以为意 突然见他露了这一手轻功 我心感才净起上来 对着马行空望了眼 马行空右手握着烟斗 拱手行礼说 请恕老汉眼拙 未曾拜会 朋友专胜大名 保债在哪里挟骂呢 商家宝的笑主人商宝镇 听见马蹄声响 马蹄就暗藏金镖 腰挂尼刀就来到花厅 只见那个策头 手带碧玉戒指 长衫上面几粒黄金扭扣 闪闪发光 左手握着一个翡翠鼻烟壶 武带兵器 整个神情打扮 就十足是个步法壶负伤 只听见他说 在下姓严明基 老英雄只不然是百姓神拳马行空 马行空抱拳行礼说 不敢 这个外号是江湖朋友 和在下在面上贴金 浪得虚名 百足挂尺 当时马行空的心想 那严姓严 是什么人啊 没听说我江湖上有这个人物啊 严姬哈哈一笑 指着站在墙头 过一辣黑衣汉子 他说 哈哈哈哈 我们弟兄们饿了几日肚 想请马路英雄打上蛋饭吃下 严姬主言中了 阿曾 拿五十两银来 请严姬主赏赐给弟兄 马行空这样做 是按照江湖规矩行事 得服 他也知的了 看对方的神情声势 就缺不是五十两银就打发得了的 果然 严姬仰天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哈哈 马路英雄保镖 一保就三十万两 我姓严的眼界虽然浅薄而已 区区五十两 都仍是不在眼内的 马行空心想 这个人的信息不那么灵通 怎么打听得那么清楚 知道我保了三十万两表银 他眉头一皱 仍旧按照江湖规矩说 想我马某有什么本事呢 全靠朋友给面而已 严姬主今天虽然是初见 我们东边不会 西边会 马某这么幸运 今天又结交了一位朋友 不知厌宅主有什么吩咐呢 吩咐就不敢当 不过在下一生下来 就见财开眼的了 三十万两表银在鼻歌尖下面播 不拿就真是对不住祖先 但是马路表头既然开口朋友 那么在下只拿一半 二一添了五 就借十五万两银来洗下 他都不等马恒空回答 左手阿辉 墙头八名大汉 一个个跳下来 夹到花厅门口 有个人问 一起拿啊 严姬说 不是 拿一半留一半 有市大家 有饭大家吃 好了 那位大汉认了声 又向着飙车走过去 马恒空发火了 他见那些大汉 在墙头跳下来的伸手外製 没有一个高手在内 他已经不是怎么担忧 他说 严姬主 真是一些余地都不肯留了 是吗 怎么不留余地啊 我不是说拿一半留一半吗 我们有商有量 公平交易的嘛 徐曾怎么都忍不住了 抢上两步 用手指着严姬大声渴 难找你在黑道上拷地戒 没听过飞马表局威名吗 严姬说 我个契家婆就听见过 叉叉叉 老子第一次听见 严姬就叉叉叉地骂了他粗口 说完他身一房 啪地跳到花厅后面 蒙了插在车架上的飞马表旗 将旗杆啪声咬断丢在地上 然后用脚在旗上搭 这件事呢 已经真的犯了江湖大忌了 杰标的事情是时事有 极少极少做到这么绝的 这样做即是说 不是你死就我死 要拼命了 标行人一见到这样 光荡含含声 徐曾不说了 冲上他一招 踏步击掌 左掌就猛击他心口 严姬打塞他身 一下避开 英俊 讲打 左掌一尘就要拿徐曾的手腕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徐曾看见那个策头盐姬 咬断标棋 还扔下去用脚踩 怒火冲天 冲上一招踏步击掌 左掌就猛击他心口 盐姬打得他身 闪开 英俊 讲打 左掌一尘 要拿徐曾的手腕 徐曾一变招 左手向后勾挂 右掌向上一挥 直击敌人的下巴 盐姬将头一侧 右拳直打下来 这一拳就来得怪到极 徐曾连王摆头避开 啪的声 肩膀中了他一拳 哇 这拳好大力啊 震到徐曾胸背都隐隐作痛 脚步遥防 差点踏低 好歹他身强力壮 下盘的马步 扎得极之稳 他急忙变一招 撲腿穿掌 身形一矮 右脚屈膝就蹲低 左掌穿出 这招是射力反攻 是查拳的高明招数来的 盐姬当他没来 盐姬当他没来 微微一笑 左脚反勾向后倒踢 这一脚就来得更加古怪 徐曾胸 连王跳高躲避了 盐姬又拳直击喝一声 恭喜发财 白声打中徐曾的胸口 这一拳好厉害啊 徐曾打按摩 踏低在地下 连气滚了几滚 一声 扣了一口鲜血 这么威猛的年轻人 被这一拳竟然打到 站不回你身 那帮贼大声喝彩 好呀 你一拳啊 那英俊够大肥了 标行的人 见到盐姬出手 这么狠辣 人人都又惊又生气 马春花就走过去 扶他诗歌 急得要哭 一味问 怎么样怎么样 马行空一世人行走光 都不知见过几多大风大浪 但是这个策头 洗的什么拳脚 真是半点都认他不出 那三个侍卫 也在那里低声议论 这个人哪派的呢 是看不出 有点像五行拳 不是 五行拳没那么狡猾 马行空走上两步 肚拳行李说 盐姬主果然好武艺 多谢你教训一下小徒 让他知道一下 江湖上是很多能人的 盐姬笑着说 我这几十半桶水的东西 算了什么武艺啊 真是和你马老英雄玩鞋啊 倒尿虎都没够资格呢 我这个光棍 别人就不懂 就会这些这样的东西 现在就请教我们 马老英雄的百姓神拳了 马行空见到他满面油光 讲说话 尖酸辣撒 不折不扣啊 是个流氓无乃来 啊 怎么他又会练到得身 这么奇怪的本事呢 古怪 他个心打定了主意 暂时是指手不攻 等他认清楚他的权劳再说 于是认臣邪立 双手虚压 那三名侍卫 和双宝镇 标行这么多人 一起定了神体路实 人人都知道这一场争斗 不但关系到三十万两 标银的安危 也关系到马行空 身家圣明一生的威望 听里面 人人宿正 就得两个人例外 哪两个呢 就是那个相公和少妇 他们一趴在那儿 小小声聊天 对马行空到严姬的争斗 就毫不留心 只见严姬 在三袋里面 他扔出一个金光灿烂的黄金避烟壶 索了一袋避烟 他也知道马行空是一个敬敌 将一条鞭在头顶盘了一圈 他大声说 我这个光棍的祖先 就无职陰功 吃饭是靠拼命的 我叉他叉叉他 就说拼啦 严姬骂了他粗口 忽然大步上前 左拳猛向马行空打过去 马行空等他拳头离空半尺 一个白鸽两次 身向左转成为弓箭步 两只手臂向后成为勾手 噗一声 倒挥出去 平举反击 他所使的仍然是少林派当中 极为尋常的茶拳 但是架式仍穩 出手抬腿的时候 非常老练狠辣 本来啊 那个相公对标客 和大策的争斗 是并不在意 偶然就立了眼 刚刚见到 严姬一脚反踢 招摄得几奇特 就不禁留心看起上来 那个美貌少妇叫他说 龟龙 龟龙 那个相公随口认了声 但是双眼仍然望着 那两个人的肩斗 那个美貌少妇伸手 摸摸他肩膀说 一个老坑 和一个毛乃打架 就真的这么好看吗 哦 这个毛乃的拳脚很古怪的 哎 你们这些男人 天下最紧要的事 就是杀人打架了 哈哈哈哈 你不准我看 我就不看 那你对着我 让我将你这么漂亮的样子 看得够了 那个美貌少妇 微微地笑一笑 娇美到极 真的我站在头 望着那个相公 两个人 你望我 我望着你 游情物意 真的说不出那么甜 而这阵时 马恒空和那个策头 已经打得如火如荼 非常激烈 马恒空会一路 查拳上下打完 仍然占不到半点上风 那个严肌的拳脚 来来去去 只有十几招 一是就伸拳直击 一是就勾脚反踢 一是就沉爪琴打 一是就劈掌甲腿 三明武官看了一阵 早就察觉他的招数有限 但是马恒空居然打他不赢 都觉得很好笑 这个时候 只见马恒空 使一招马当推拳 一跨腿成骑马细 右手抽回来 左手就向前猛推 何思豪就说 沉爪琴那 果然不出所料 严肌手爪一寻 就用琴拿手来拿他手腕 马恒空连忙变招 手臂缩回头 微微转身 何思豪笑着喊 勾脚反踢 而不知果然勾起右脚 向后反踢 各位 马恒空的武功 真的高过何思豪 不知道多少倍 何思豪既然事前 能够看得出了 马恒空又怎么会想不到呢 说起上来奇怪 明知对手要勾脚反踢 竟然没有发展 想先一步来破解 马恒空就号称百姓神拳 少林派各路权 全部熟都不熟 眼见茶拳制不服对方 招数一扁 突然快打快踢 拳势如风 在旁边看那些人 是当堂眼都花 他洗这一路是现清拳 现清是宋朝梁山博的好汉 当年率交的本事是天下无伤 这些路权法传了下来 讲究中跳起伏 盘拗挑打 全部都是进攻的招数 马恒空年纪虽然老 伸手仍然矫折飞上 喘高瀑低 拾了个狸猫 严寄眼见敌人变招 但他理都不理 仍旧那十几招 又乱尽又难看的拳脚 翻来覆他这样使用 商宝镇 徐增 马春花 和戏标头 杨标头 看到这个策头的武功 这么古怪 都很惊奇 他们个个人到这个时候 已经尿到严机下 知道是什么的了 忍不住就跟着何思豪一起叫 但是马恒空 竟然始终也爱他不何 只见马路标头 一招跟着一招 拳脚那种快法就好像外面那些狂风暴雨一样 不过严机呢 他就是一招论论尽尽的伸拳直击而已 就将他所有巧妙的招式全部破解了 那个独鼻人和那个黄黄瘦瘦的小孩 一直躺在屋角那里 看着马恒空和严机比武 独鼻人低声说 少爷 你仔细看那个招头 要看得有这么仔细的这么仔细 千万不要忘记他的相貌 小孩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看他呢 你记住这个人 一生都不要忘记 他是个大坏蛋黎是不是 是 是 阴差阳错 被我们在这处撞见了他 你看清楚 不过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过了阵 读鼻人又说 你总是说功夫练得不对 你仔细看着他 这样就会练得对的了 为什么 唉 现在还不能够说你听 等你大那些 武艺练好了 我就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 那小孩看见严机拳打脚踢 知识的极之难看 但是隐隐约约 好像醒悟一些东西 他忽然大叫了声 四叔 不是这么大声吵了 哦哦 这个人的拳脚我有点明白了 没错了 你认真地看着 你那本拳经刀譜 前面是少了两页的 所以你总是说看不明白 少了两页 就在这个严姬的身上 什么 怎么会在他身上的四叔 将来我自然会告诉你听 这个人本来什么武功都不懂 但是得了那两页拳经 学会了十几招残缺不存的拳法 你居然能够跟第一流的拳师打成平手 你想想 那本拳经刀谱 总共有三百多页 但你将来学会了 学传了 你说你的本事多大呢 那个小孩听了 好兴奋 好激动 好了 我们现在讲回马恒空 他见到一套现清拳打不赢对方 忽然拳法右边 使出一套老字心醉跌 只见他好像饮醉酒 发颠发狂一样 忽然间就躺下 忽然间就跳起 这套拳法似乎乱打乱踢一样 其实是精彩到极 到这阵时 严基那十几招乱进拳脚 渐渐顶不顺了 连对方拳脚的来路也看不明白 我心放起上来了 猛然间听见马恒空 喝了一声 一着鲤鱼翻身搞尸腿 正正踢中他的腰 哇 严基痛到弯起他的腰 好像虾弓一样 马恒空知道对方的功夫洗得 这一脚虽然是踢中要害 都怕未能使他重伤 如果是平常比武较量 赢了这一脚 当然可以收手 但这场打斗关是到三十万两标银的 怎么能够被敌人喘息 于是一个战步冲上前 一个拐子脚又对着严基的背背踢过去 谁知道严基忽然一下勾脚反踢 来势变幻莫测 马恒空虽然是阅力丰富 一时之间竟然看不到这一下 被他一脚踢在小腹上面 当堂打按照整个踏低 马春花和徐增立刻飙过去扶起他 只见马恒空面如白纸 仪然猛咳嗽 只是说 叛死胡标 胡标 徐增和马春花到手执丹刀 在马恒空两面保护主 严基的腰也痛得很厉害 他进了几下手 两名黑衣大汉走过他 说严基说 拿标啦 还等什么呀 那些贼拿出兵器 一起向着标客杀过去 马春花 徐增 斥标头 杨标头 大声叫自己的人起来迎战 那些贼多 虽然 除了严姬之外 并没有高手 但是马春花和徐增要分心照料父亲 就被那些贼两边的功 情势就很危急 商保镇拔出单刀 他说 三位示威大人 我们都动手了 何思豪说 好 赶走那些贼再说 四个生地军加入去打一份 商保镇见到马春花被两名道贼用兵器封实了 漸漸施展不开手脚 立即抢上去大声喊 男子汉欺负姑娘 还要两个打一个 不怕丑啊 这样的刀 对着那个高大的贼人头壳斩过去 那个人回边招架 几个回合而已 商保镇刀中夹掌 左手一掌打正他胸口 将他打到整个打开 马春花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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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我来炮制他 商保镇小小就退开 走去帮徐僧手 三刀两掌又打下一名道贼 徐僧好感激他 同时都真是好佩服自己师傅眼光 这个少年的武功果然比自己 这样一来 情勢就不同了 那帮贼人纷纷败退 爭尖恐后想走人了 猛然听见有个人大声叫 大家停手 我有说话说 当时大家打得正在紧张 没有人理他 商保镇突然见到人影一放 有个人伸出手掌面前一摇 不就立刻举刀削过去 谁知那个人右手一勾一大 已经将他单刀抢了 攀声扔在地下 商保镇惊啊 连望向后跳 一看那个人 原来是那个服饰华贵的相公 那个相公大大步走进人虫里面 双手勾拿拍打 只听见叮叮当当 兵器就跌到整地都是 原来被他施展小琴拿手法 抢过来丢在地下来 那帮贼和飙客都吓得惊得 各自跳开 静了地望着他 严急一执 忽然他记起十几年前的事 他说 前相公 什么是你啊 那个相公就想不起他是谁了 你认得我吗 严急笑着说 十三年前在仓州府 小人曾经服侍过你老人家 啊 是啊 是啊 你就是那个跌打医生 学会了身武功做起寨主来了 严急上前请了个安 全凭相公你再陪了 原来这个相公打扮的人 就是天龙门北中 掌门人田归农 标行的人马 眼看着就可以赶走那些贼了 谁知这个田相公不但武功高强 还和那个贼头是旧时相识 那就毙了 马行空低声祝福 叫大家保护着标车 就看他眼色行事 田归农双眼自左自右 在众人的面上看了一轮 然后又自右自左看回来 再看一眼天井那道倾盘以下的大雨 最后就望着你飙车 他说 严兄 今日的生意 你是虚定的了 你老人家不要见怪 也不过是大兄门少一口饭吃 走投无路 这样才做些没本钱生意 以后我们一定改过自身 不敢忘记田相公 今日的恩德 为什么跟我这么客气 老闆 你拿五万两标银 够不够用 你老人家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 这里三十万两标银 我拿半十五万 剩下的你拿五万 那还有十万两 你说怎么分好 你老人家一起拿起来 不就得咯 还分什么 那怎么似的 还哪里有江湖仪器呢 刚才我们进来避雨 我娘子衣服测了 那美貌少妇听她说 我娘子三个字 她的脸当堂红一红 神情稍微有点丑丑的 就遇田归农 微微一笑 田归农 也对她笑 就继续说 标行这位姑娘 借衣服给她 这番情分 不能够不报答 那我们就留下五万两 给麻姑娘 还有这时候三位 侍卫大人 开广又说 建计有份 每人分一万两 还剩下两万 就送给这里的主人 你说我这样分发 公不公道啊 公道都几 公道都几 我早就说你田相公 是天下第一等 慷慨的大英雄 马恒空 徐曾 马春花 他们听田归农 汉汉而谈 旁若无忍 好像这三十万两银 已经是她囊中之物 马恒空已经受了重伤 这样的激争 激到云 徐曾望着师傅 一味问 怎么办 怎么办 马春翻兜了 有什么怎么办 弯腰撿起地下的丹刀 他说 姓田的 你当我们是死的 港元举起丹刀 向田归农托过去 田归农笑着说 你不要逼我动手啊 我娘子是喝醋的啦 那个美貌少傅听了 笑着那样骂他 车没来正经的你 马春花更加生气了 上部刀拦腰就斩 田归农笑着说 哎哟 坏了坏了 我娘子就不准我和女人打的 用手指在他刀背上一击 马春花当堂握不住 把刀立刻脱手 田归农的手法快到极 右手一下握着刀柄 左手已经握住马春花的手腕 他举起把刀 作状要斩下他的颈树 只他口就说 哎呀 好像这样如花如月貌 怎么叫我不作连香 息辱人呢 商保镇和徐曾见他这样 来到气弄马春花 忍住一齐冲出来 商保镇右手一仰 一支金镖打他左眼 徐曾急得连地下的兵器都不撿一件 飞脚就踢他背后 田归农吹一声回身 放了刀 一手拿着徐曾的脚 向上一滴 徐曾整个人打到正 觉得大表属一阵剧痛 忍不住大叫一声 原来那支金镖打入了他的右腿 田归农揮手一抖 徐曾整个人就好像一把扫把 那样横扫出去 撞着马春花上脚 两个人就跌在一起 大家看到他这么玩那两个人 就像玩小孩一样 从哪里敢上前啊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会分解